請支持香港台2024 Keep Rolling 各位,今天11月29日,歡迎收聽香港台一致新聞,我王俊賢 先帶英國消息 三位城政府在Kingspeech提出司法改革,只剩下嚴懲犯下嚴重罪行的人 不過因應監獄制迫危機,政府有計劃提出對獲判刑較短的人判處換刑或社會服務令 相關咨詢會到明年2月21日 英格蘭及威爾斯判刑委員會自出,法官及座判官應該要考慮判處的刑罰是否能改造被告 又向法庭提出對女性提出判處監禁刑罰之前要三思,因為可能會對小朋友有影響 在新諮詢中涵蓋對選擇判處社會服務令還是監禁刑罰的原則 而根據過去30年趨勢,見到有更多罪犯被判處監禁以應期更長 不過有研究諮詢,社會服務令對低程度罪犯更有效,包括戒毒和無聲工作 委員會就認為當法官及座判官考慮被告值得被判監禁 就要先停一停,想一想 考慮社會服務令是否對被告更有改過自身作用 又提出越來越多研究顯示社會服務令對於減低被告重犯的重要性 另外對於年輕成年人、女性、依賴他人生活人士、跨性別人士、少數族裔、毒品成癮者 又學習障礙或精神健康人士的判刑要多作考慮 委員會認為法官必須要考慮懷孕被告土內的嬰兒 法官要避免被告要在獄中產子,除非監禁刑罰無可避免 相關指引是由於2019年一個懷孕囚犯在獄中產子 但因為缺乏協助,因而最終死亡 最新數字顯示,截至今年4月的過去一年 196個懷孕婦女被判監禁,當中14人在獄中產子 另外又提出建議法官已考慮年長女性犯罪者 因為停經而導致精神健康的變化 非法移民未解決,正移民數字高期 身為城政府面對龐大壓力,必要求終止外勞移民途徑 但政府憂慮,如果廢除勞工短缺行業名單內外勞工作簽證 會令經濟受損,同時會進一步推高通脹 內政部希望採納獨立移民建議委員會上個月發出的建議 在勞工短缺行業名單作手 只可容許名單行業的僱主聘請不多於兩成外勞員工 名單當中包括照顧者、工程師、鋪雅專工人、 芭蕾舞蹈員、圖像設計人員等等 不過唐寧家憂慮,此舉會影響縮減managers 輪候策承諾和令經濟受損 移民部官員Robert Jenrick 支持為整體移民設上限 但承認政府內部對如何降低移民數字方法有分歧 據指保守黨繼續履行2019年競選承諾 削減淨移民數字少於25萬人 對推出一系列強硬基礎改革措施有信心 不過就未能確保措施會在聖誕前推出 政府消息指出,手上三位城只會佔納對經濟 NHS和Social Care負面影響最少的措施 貿易政部和財政部預計推出模型 評估措施對經濟影響 現時較大機會提出的措施涉及限制外勞 契捐一同來到英國生活 提高外勞最低年薪門嵐到35,000磅 以及訂立新規防止外勞做兼職 目前外國照顧者容許額外兼職其他工作20小時 預計新規會收緊,他們只能在其他care homes工作 獨立移民建議委員會促進政府 出立廢除勞工短缺行業名單建議 基於有類低工資行業公司 主力聘請外國廉價勞工取代本地勞工 而較遠性的手段是將名單速感到8個行業 財政部早前警告 廢除名單會令到就業市場 一下子出現超過100萬個職位空缺 有機會推高通脹 不過白廳消息人士認為 英雷銀行成功控制通脹後 有條件可以廢除名單 劉歐派現任外信卡梅倫 正在比利時布魯塞爾 出席北約外帳峰會 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說 英國應該重新加入歐盟 以解決奪歐問題 馮德萊恩昨日接受political訪談時提到 2月英國首相收美城牽頭簽署溫紗協議 英國與歐盟重新修補關係 他又說自己一直跟下一代說 認為必須要解決英國對歐問題 因為他們搞亂了 現時必須要正視問題 他預計英國短角之內 不會要求重新加入歐盟 認為過程漫長和複雜 可能需要多年時間推進 至於工黨黨夫司機仍早前承諾 如果工黨贏得大選 將會大改後脫歐貿易關係 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否認西方和中國陷入新冷戰 但警告不能忽視中國風險 據GP News報導 馮德萊恩說中國成功減少對世界依賴 同時令西方更依賴中國 據說習近平一直在全球收購採礦業務 並開始儲存關鍵原材料 在中國進行加工 並且企圖壟斷市場 馮德萊恩堅稱必須要消除東方消級大國的風險 並且形容中國對內越來越壓制 對外越來越自信 但重新不會脫歐 因為脫歐不符合歐盟利益 他個人也認為不可行 但強調要明確去風險 記得消息 一架美軍魚鷹運輸機 在日本鹿兒島 燕南屋九島附近墜毀 記上當時載著6人 日本海上保安廳說 在飛機塵械附近發現一人死亡 美國暫時未有回應 日本NHK報導說 CV22魚鷹運輸機 嘗試降落屋九島機場時 其中一個引擎著火 攝氏運輸機相信 由廣島岩國市基地前往沖繩加手納基地 日本黃偉生說 飛機在當地時間下午2時40分在遼達上消失 海上保安廳5分鐘後撤步飛機墜毀 怕將6艘船和2部直升機前往事發地點 下午4時直升機發現 懷疑飛機塵械和救生艇 初時報稱機上有8人 但之後修正為6人 當局之後發放相片 顯示在屋九島附近發現的懷疑飛機塵械 有目擊者向日本傳媒說 飛機在爆炸之前打轉 之後撞到海面 日本官員說 另一部同飛的魚鷹運輸機安全降落屋九島 魚鷹運輸機安全一直為人救病 過去曾經多次發生意外 2017年 一部魚鷹運輸機在澳洲北岸降落時撞船 3個美軍人員死亡 今年8月一部不同型號隔魚鷹運輸機 在澳洲北部軍演期間聚毀 3個美軍人員死亡 中國多地爆發呼吸道疫情 北京、上海、廣西、河南等各大醫院 疑荒門診及急診人滿為患 多地醫療系統嚴重超載 部分醫院啟動方艙作為臨時輸液室 環球時報星期二報導說 北京兒童醫院每日修正多特9378人 並且在過去兩個月裡一直處於滿腐荷運轉狀態 並提到北京幾間醫院的門診 疑科及呼吸部門已經被預訂了少7天 前環球時報中篇胡錫進上星期曾在微博發文 說外孫女發燒高見時10.6度 並且說各大醫院疑科全部逼爆 北京三甲醫院檢查排隊大約5小時左右 輸液排隊時間更長 大小朋友去醫院晚上掛號凌晨才能看病 說經歷過才知道有多難受 看看香港消息 一個26歲男人涉嫌前日在機場離境時 穿上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等煽動自據的衣服 再被搜出從有煽動自據旗次當場被捕 警方前日下午接獲報案為一個男人在香港國際機場 涉嫌族想有煽動自據的衣服 警員之後接獲男人 在他脫身物品當中 手出印有煽動自據的旗幟和衣物 以及一張他人身份證 並且以涉嫌管有他人身份證 和違反《香港法例》第200章刑事署行條例第9和第10條 作出具煽動意圖的行為罪被捕 警務處國家安全處今日落案起訴他三罪 包括作出一項或多項具煽動意圖的行為 管有煽動刊文和管有他人身份證 案件今天下午提堂 被告申請保釋被拒 需要還押到下年1月4日再順 被告朱啟幫布徵無業 被控今年11月27日 在香港著著一件印有陳述的上衣 和公開展示該等陳述 意圖引起憎恨或藐視中央及或香港特區政府 或激起對其離叛 激起香港居民企圖不准合法途徑 促至改變其他在香港依法制定的事項 暫惑他人使用暴力 及或從使他人不守法或不服從合法命令 被告另外被控在同日 香港國際機場登機205集口和他附近 沒有合理辯解而管有煽動刊文 即是三福印有陳述的旗幟和一件上衣 具引起憎恨或藐視中央及或香港政府 被告亦被控同日同地管有屬於女人 廖小禮的身份證 控方申請將案影響後 以調查被告手機和社交媒體帳戶 下類會不會涉及其他控罪 據了解被告涉嫌作上有光時和港獨字眼上衣 另外備受出行李有光時其次 警方提醒市民作出具煽動意圖的行為屬嚴重罪行 首次定罪可被判兩年 香港特首李家超接受港台節目訪問時提到 香港人不想消費情況 認為反映香港和中國融合得好 不再以兩制排職一國 說每個週末有二十多萬人去中國 實際只剩香港人口大約百分之三 不應該因此就覺得輸出消費 應該著眼如何吸引香港市民消費 他以夜賓分活動為例 說政府要責任帶頭搭台 再由民間發揮力量 香港積金局發表最新統的數據顯示 今年第三季以永久離港為理由 提早領取降積金的申索數目是8700宗 和去年同季相約 涉及金額22億1300萬 按季增加大約兩乘三 按年升百分之1.65 截至今年9月底 降積金總資申值是1.09萬億 靠除收費和費用後 正回報錄得2100億 時供值金制度實施以來 連率化正內部回報率是2.2% 民主黨副主席吳凱恩 在立法會前議員劉慧卿主持的網台節目上說 不認為民主黨需要解散 因為該黨仍然獲得不少市民支持 但承認需要考慮未來路向 包括財政困難之下如何開源折留 曾經做過中西區區議員的吳凱恩說 2021年辭任區議員有很多考慮 基於當時的政治氣氛 和懷疑區議會工作能否繼續履行地區工作 最終雖然決定辭職 但之後他一直繼續從事地區工作 包括協助法團開會等等 一直與街坊保持聯繫 他說今次參選區選是希望延續地區工作 提名期雖然取得足夠市民提名票 但沒辦法獲得三會委員提名 他逗路爭取提名過程中 有人要求民主黨為過往的事道歉 聲稱只有道歉民主黨才能參選 但他認為之前四次參選 都只需要市民認同自己的地區工作和政綱 不覺得需要以道歉為交換條件 古神巴菲特長期拍檔芒格 星期二早在美國加州一間醫院離世 享年九十九歲 巴菲特說如果沒有芒格的貢獻 巴菌就沒有今時今日成就 芒格生前最後一次接受專訪時 曾經分享他對壓住日本、投資中國、風險投資等議題的觀點 當中提到中國經濟在未來二十年 比幾乎任何其他大型經濟體都有更好前景 並且說中國的龍頭企業 比任何其他地方的巨頭都更強大、更好 而且價格平得多 因此願意在投資組合當中 承擔一些來自中國企業的風險 芒格看好比亞迪發展 並且對2008年大手買入比亞迪感到自豪 認為比亞迪董事長王全福是天才、天生工程師、生產型管理者 比亞迪解決電動車在電動機、加速、煞車等方面的所有問題 但他亦曾經承認投資阿里巴巴是他做過最錯的決定之一 說自己忘記阿里巴巴實際上只是零售商 而互聯網產業競爭很大並非簡單生意 更加說 葬辦人馬雲當年批評中國監管機構是越界行為非常愚蠢 亦損害了公司 香港台一次新聞報道員